快走 秦霜和丁宁欲要寻找入魔的聂风 不曾想尽被熊霸带人拦住去路 熊霸出言质问起了丁宁 他对丁宁如同亲生女儿 丁宁为什么要背叛他 丁宁文言火冒三丈 怒骂熊霸式的老匹夫 故意扭曲事实欺骗自己 让自己成为杀人工具 现在他已经知道真相 就是熊霸害死了姐姐孔茨 他恨不得将熊霸碎尸万段 反观熊霸则是显得风轻云淡 表示只要丁宁诚心认错 看在以往的妇女情分上 他就网开一面饶丁宁一命 孔茨死在熊霸的阴谋下 丁宁怎会向熊霸服软 声称就算熊霸跪下来求饶 他也不会放过熊霸 好大的口气 熊霸 你有没有听过 多行不义 必自闭 你再继续横行下去 全天下都不会放过你 见秦霸两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熊霸心中杀鸡大气 既然两人不能为他所用 那就通通送去黄泉剑孔茨 随着熊霸挥手示意 数十名天下会弟子现身 将秦霸和丁宁团团围住 秦霸将丁宁护在身后 并起魅力使出了天双拳 瞬间秒杀了十几个天下会弟子 而武功低威的丁宁 遭到七八人围攻险相还生 秦霸剑撞立马飞身相救 一拳一腿打倒两人 成功替丁宁化解危机 走 秦霸剑熊霸追了上来 心知今天凶多吉少 出言让丁宁先行离去 丁宁早就爱上了秦霸 决定留下和秦霸同身共死 熊霸剑两人生死关头 还在儿女情长 不如让他大发慈悲成全两人 秦霸自然不肯束手就擒 当即运起天双全弓向熊霸 熊霸使出三分归元气 轻松化解秦霸的攻击 随后施展轻弓飞下高坡 必要先行解决碍事的秦霸 秦霸自然不敌熊霸 被熊霸打得节节败退 落败只是迟早的问题 两人交手七八招后 熊霸一把抓住秦霸的衣袖 用力将秦霸扔飞了出去 紧接着熊霸施展三元归衣 一团透明的水流包裹住秦霸 给秦霸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熊霸不停加大内力输出 控制秦霸飞上了半空 冰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想要上前阻止熊霸 却被熊霸一掌击退 而秦霸也在熊霸的操控下 掉落万丈悬崖生死不明 背叛者就是这样的下头 如果你乖乖地听我的话跟我回去 老夫可以饶你不死 你别想再利用我帮你做任何伤心害理的事 你要我跟你回去 我就跟秦霸一起死 丁宁不愿再被熊霸利用 跟着秦霸跳了下去 熊霸见状有些恼羞成怒 大骂两人都是不识好歹的傻瓜 此时的熊霸看似强大无比 其实也只是个孤独的寻常老人 两个时辰后 浑身是伤得丁宁醒来 立马寻找起秦霸的下落 黄天不负有心人 丁宁在不远处找到了秦霸 秦霸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却大难不死捡回一命 划分两头 不禁人来到皇宫见至尊 希望至尊撤销对聂风的悬赏 至尊需要龙脉汇集天下气韵 亦是为了阻止熊霸的阴谋 自然不肯轻易放弃 不禁人与至尊达成协议 当即出发去寻找聂风 根据至尊提供的线索 不禁人来到了天涯四君子与命的附近 向一名乔夫打听起了情况 乔夫说出了看到的一幕 表示就在不远处的山谷 有一名断臂男子带着的姑娘 被人活生生地打落悬崖 想来应该是凶多吉少 独鼻 身边有个女孩子 我还听她叫什么情大哥 大师兄 总得很好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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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